很年轻的李晶怡 对 印象很深 因为我觉得她 就感觉她自己也知道自己很强 到她这儿的时候 不是学生在面试老师 就是她的姿态什么的 像是同行在交流 李晶怡就是那个 嗯 那个餐厅呢 食谱是 食谱是 哇 这个是什么 我想把它从那个背景板上 立起来 因为两个都是白色的 看不到了 这一看就是能力比较强 这比较合 建筑能力比较强 对空间 氛围 材料 细部 这图画得也好 这很像石井 对 这个如果是虚爱门 那就是绝对高手 大师底月 大师苗 哇 面好高啊 这个模型是手工的 对 这不像有好多模型 都是机器切的 拿着去吧 走了 哈喽 嗯 我可以放在这里吗 好 可以 哈喽 哈喽 你好 带了模型 我带了模型 可以拿进来了 好的 你可以先简单 自我介绍一下 嗯 我叫 你建议可以叫我金子 金子 就是八光的那种 对 我们上午看到了你的那个作品 几位导师还都挺感兴趣的 好呀 挺喜欢的 而且就是看你啊 就是说你看长得还挺年轻的 那个很很很青春的样子 但是感觉那个作品做的 很有一百年前的那个古典的那种风味 感觉 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 这个要做多久 这是我二年级的作业 本科就是在英国上 我现在本科二年级毕业 然后现在是开学了本科三年级 本科三年级 一模可以可以相当 对 不是跟国内的体系都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从教育体系上到老婆 都不一样 然后 这是一些渲染图 这个是 可能是这个角落 然后 你自己做的这个 对自己 自己做呀 可以 就拿什么软件做 虚幻引擎 特别好用 然后是你拿鼠标 就像玩游戏一样实时的 是 但是效果能处这么细腻的 可以 你的很多场景 让我有一种熟悉感 比如说 像这张 我觉得应该是你脑子中 或者说你的生活经验里 一定有无数过这束光 打到了这个灶台上 在洗完的时候 幸福的瞬间 对 你的这个场景 你能击穿很多东西 谢谢 我可能是一个 比较喜欢观察的人 我也是很喜欢看 很喜欢 就是感受的人 因为我觉得如果 我做出的是一些 电脑是可以做出来的东西 而我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在去感受 我进入到这个空间 是这样子的感受 我转过去这个软角 我看到这样的东西 这是可能 人工智能无法去取代和改变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是我要一直守护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电脑可能是一个 你会付出很多很久 你拿不到一个回报的一件事情 我也爱发电 对 要回报我们也不会来学建筑 我其实建筑实习的经历比较少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并不操之过急的想去 就是充满我的暑假来去实习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去看一些东西 去学一些东西 包括去看看世界各地 是对我建筑设计 可以打的非常好的基础 对成为大师打了很好的基础 希望吧 有戏 我很喜欢他 我可以争取他一下吗 可以 以后希望我们多聊一聊 好 谢谢 还有一个介绍 没问题 咱们不用再争取一下了吗 争取了吗 突然间来 我们真的很喜欢你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拜拜 很高兴认识你们 我期待今天结束之后 咱们也很快相见 替他 好的 好 谢谢 好 再见 那改天见了 拜拜 求职者的一个特点 就是非常的自我 松弛 对那个很年轻的 李金怡 对 印象很深 因为我觉得他 就感觉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很强 他跟每个人 就是两个公司面试的时候 氛围都特别好 就是到他这儿的时候 不是学生在面试老师 就是他的姿态什么的 像是同行在交流 交流 只是经验和年龄不同的同行 在交流的感觉 然后他好像把座位也拉得很靠前 是不是 就是他好像自己调了那个座位 你的形态是不一样的 对 有点不卑不亢 还生动活泼的意思 然后 其实刚刚李金怡 他其实也在变相地表达 他也要平衡生活和他的工作 但是他要把它们融为一体了 因为他说的是说 我不想那么着急实习 我现在去看一些东西 去学一些东西 包括去看看世界各地 是对我建筑设计 可以打得非常好的基础 没有说绝对地说 我只要生活就不工作 或者我工作就完全没有生活了 他也通过他的生活去学习到 跟他工作相关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找 那个他们的所谓的平衡点 所以二十岁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是很高很高的 对 太厉害了 刚才那句话说的 去观察 看世界 谢谢 谢谢